放暑假 老師也沒閒著 抓空檔整理消毒教室 指揮中心評估八月底九月初 會再有一波疫情 但中小學開學日不變 八月三十號照常返校 開學強碰BA.5升溫 教育部研你新的防疫指引 第一週到第三週先維持救治 班上出現確診全班停課三天 第四週以後才啟動新智 由校方統一發快篩試劑給師生 只要陰性就繼續上課 然後所以我覺得如果小孩子 都有接受疫苗的話 那發快篩然後檢驗是陰性 那回校上課我覺得可以接受 既然就是大家也都有接種疫苗了 然後又加上其實它就是 慢慢轉化成是流行性感冒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 想辦法回歸日常生活當中 然後就平常心的去面對 因為你說扣除這些 難道你其他就不會感冒嗎 那你感冒的時候就都不用上課嗎 新措施將以快篩取代遠距教學 以長安國小為例 目前快篩季準備全校三倍數量 必要情況能再擴充物資提高到五倍 我們當然希望孩子回來學校來上課的話 這樣子的生活教育跟學習會比較 應該也比較成效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樂觀其成漸漸的開放 避開疫情高峰期 新方案延到第四週再上路 但這只是大方向教育部還要和各縣市及校方討論 由指揮中心核定實施 3D新聞 謝軍政 曾嘉宣 台北報導